北京时间11月8日,76人官方猜出了当家球星恩彼得,在本赛季前市场比赛中的数据,他一共得到290分124篮板23盖帽。 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3-1974三季盖帽列入统计后,第二位开赛前市场比赛,贡献至少23个盖帽的球员,上一位是贾巴尔。 同时,恩彼得也成为了76人队市上第二位开赛前市场比赛,至少得到296分12次篮板的球员,上一位是张伯伦。 作为2014年叹花秀,恩彼得生涯首个赛季就赢上赛季报销。 不过,76人已就继续信任这位天赋包棚的中锋。 2016-2017赛季,恩彼得迎来首秀。 作为太鸟的他场均就能够砍下20.23、7.8个篮板、2.1次助攻、2.5次盖帽,上赛季。 到底继续兑现天赋,数据已增长到了场均22.9分。 11个篮板、3.2助攻、1.8场段,他与本系蒙斯联手,率领76人重返季后赛,并最终闯入东部半决赛。 作为目前76人的单价球星,恩彼得在本赛季迎来全面爆发。 赛季至今,恩彼得场均能够获得34.23中的出场时间,能够得到28.4分。 12.6个篮板、3.5次助攻、2.2次盖帽的数据。 而他在内线的强势表现,更是碾压对手内线。 在此前76人战胜活赛的比赛中,他更是全场碾压德拉蒙德,打敌张舍没脾气。 值得一提的是,赛季节。 以至目前,大地场均得到的28.4分仅次于勇士丹家居辛苦礼,高居联盟第二位。 此外,他场均抢下的12.6个篮板和2.2次封该,也高居联盟第六位。 辞职中锋的大地,不仅在内线给对方造成了巨大威胁,在三分戏外,这位西齿中锋也拥有着30%的民众率。 内克兰下强攻,外克远头三分,这也让他成为了联盟大多数内线的噩梦。 如今,76人拥有着恩比德,西蒙斯,富尔兹等来自高顺爱,天赋爆棚的年轻人,有了上萨迹经验的表现之后, 人们更加相信这些天才能够帮助76人重返巅峰,尤其是作为目前76人的绝对核心, 恩比德展现出来的巨星实力,也让76人充满了与联盟顶级球队竞争的底气。 不可以否认,25岁的恩比德还未到巅峰,随着身边西蒙斯,富尔兹等人的成长,恩比德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帮助。 假知他内外全能的顶级实力和天赋,这位25岁的中锋在打爆了德拉摩尔之后,恐怕放眼联盟内线已经难运对手了吧。 牧场 牧场